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我們今天講的是感應少年 我想問是不是沒有人在聽的呢 如果是的話可能給我們一個反應 最少我知道原來我們有人是有聲的 還是阿根廷和法國開了 不是明天啊 今天休息 今天沒有播放的 雖然沒有人留言 但我先說 我自己對第一節也說過 我對連環殺人犯的案件 沒什麼想說的 其實都是那些 總之有個變態人就斬死了那些人 反而我對他那些所謂正常人 所謂正常的人 那些案件我基本上都覺得好看 有哪幾個呢 例如剛才講的紮木坊那個 另外還有郭叔那個案件 郭叔那個案件是說 有一群青少年不停被人槍殺 有幾個青少年開始被人槍殺 最後發現原來是有個刑警 為了幫自己的孫女報仇去做的 他還要是神槍手來的 而且在這裏你看到 跟第二部有故事 也有音樂相識 他對那些老東西是特別的 有魅力 有魅力的 因為初頭很好笑的 第二部叫群狼的余輝 好像是余輝 真空是個阿叔 初頭出場是個展形的 一知道他的真空 有肌肉 眼神就很銳利 好像磁場轉動 跌倒了身 很好笑的 無論如何 他對那些 剛才茅姐 他對年輕人和年度人是特別好的 相反 大部分腐敗的都是中年的大人 全部都是混蛋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 所以引申了另外一套好的作品 就是《王牌至尊》 那個個案是 帶出了武藤國光 說他的鄉下 因為要收地 就被黑社會吵 其中有個狼人家 因為這樣死了 而他的孫子為了報仇 除了炸死地產箱之外 他決定炸掉整個國會 最後就是 這個好笑的 第一部最後的個案是 說這個 原來一直有個組織想推翻日本政府 就是這個警務署裏面 那些警察 其中有班有勢力的人 即是你算是最高的 直立警務署長 如果計算的話 第二部 就是 第一個個案是 整個故事 第二部我喜歡 就是《群狼的餘廢》 這幾個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會看到他在這些故事裏面 甚至一種他對 很強烈對社會的不滿 甚至乎是有個指控就是 就是 有個指向就是 直指是 全部都是政府的錯 政府就是混蛋 還有這個 社會的法律制度 是不能夠主持公義的 但是我看的時候 我重溫這個故事 這幾個故事的時候 我自己有 我覺得有點矛盾的地方 就是因為 理論上 一本書的主角 才是這本書 中心思想 或者作者認同的事 我自己會這樣理解 書裏面的壞人 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反政府 甚至是反建制 很強烈反建制 但是自摸是反對他們的 那其實 究竟這本書的作者是反建制 還是不反建制 我自己有看的時候 我想這樣也不用 一定要很排他地而分的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 如果作者真的一如你這樣說 就是因為主角 他會拘捕那些人的話 所以他就是 普建制這樣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很多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作者 那個主角映兒應該是警察 他為什麼要是一個民間的人 就是因為 政府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建制裡面的人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但是 他又不等於你必然需要用到去 還有你想想 他 即是怎麼說呢 如果用香港現在那種 狀態的術語 就是說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你都不是直接去改變制度 你是恐怖分子的行為 which is 是很多一般的 又是用回香港的 Terms 港豬的話 是不會接受的 但是大體上 大家在這個社會裡面都應該明白 你不會有一本 又未必不會的 但是你很少一些主流漫畫 他是鼓吹你去革命去推翻現行的政府 但是他會借這些故事去揭示了 其實現行政府是有很多問題 很多腐敗的事情 是的 很多腐敗 可能是制度腐敗 可能很多對社會下流的人 沒有辦法去往上爬 就是社會流動性低 所以你看到譬如在那幫不良少年 為何那幫不良少年 但又設計到是很有富有正義感 就是他們就是沒有辦法 被現有的制度底下所謂成功 但是你要告訴他們 其實他們個個都很有才能 所以又不是那麼 mutually exclusive 說因為這樣 所以作者就一定是反建制 還是pro建制 我覺得不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百病重生 而這類漫畫包括感應少年 這個 因為你看到 譬如分回剛才所謂類近 雖然他不是偵探類 金田一很多時候都是私人恩怨 但是感應少年很多時候都是社會議題 少年刑警 少年刑警又是 少年刑警比較多說的是少年問題 青少年問題 家長和子女好語話 在乎溝通與關懷的問題 這個王牌至尊很明顯就是講政治的問題 為什麼會令到人這麼冷感 我們以前講過 GTO也是 所以其實他找了很多話題出來去講社會的問題 對 因為我小時候看又爽 但是大時候看回 我覺得這幾個 我剛才提到的幾個案件 他是針對著某幾種 反應 或者是怎麼這麼說 反應作者對社會某幾樣東西很不滿 例如我剛才說的龔叔那個案件 他強姦弱 然後他的外宣女頂不盡自殺死了 因為青年法的問題 少年法的問題 他們是不用坐牢的 或者可能 15歲也那些 好像不用怎麼坐牢 或者教育院那些 輕一點的 我也是 那個龔叔他是一個很老牌的警察 他甚至乎是FBI要請他回去 教授這個射擊和這個格鬥技 總之他很厲害 他本來想著自殺 但是他走走走走 看到其中有一個強姦弱的孫女的人 他完全沒有悔意 他覺得這樣這個不是公義 所以他開始殺那些小兵 這個案件是少數 那個作者是不找同情 認識少年 因為他很明顯是針對 他覺得少年法這條法例是有問題的 他有一段對話很有趣 為什麼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特別討厭智摩呢 其實在每一些所謂 我會叫做認真的案件 或者是探討社會問題的案件 智摩的反駁完全都是無力的 例如 例如他 因為龔叔 這個案件裡面 龔叔是智摩的前輩 也帶他出身 也教他很多事情 他說 你不是我認識龔叔 你不是我認識龔叔 你跟我說 刑經要保持冷靜 然後他說 對 現在我只有一個復仇鬼 然後 我也覺得 智摩 你這個時候 不是還想跟龔叔說法律 我也覺得 好像有點奇怪 對我 其實應該是這樣 因為 就是 如果以這個案件 變了是因為 你沒有一個 那些叫什麼 因為這個是你認識的人 他是你的前輩 你其實是知道他如果做了這件事 雖然他可能虧了份 但他必然會遇上 影響他的前途 已經不說前途 我代表大前途 因為 其實龔叔也說到 對我來說 沒所謂 生和死都沒所謂 你無論如何都會勸他 其實我生無可戀 你不要再理我 但你都會保留著他 這個立場不同 這個我認同 所以去到那個時候 我還沒覺得 智摩是臭膝 因為他都說 他不想龔叔死 因為他知道 就算他殺這幾個年輕人 中途沒有被警察 嚇死了 他都會自殺 雖然他殺死了 這樣 接著去到第二個個案 我覺得就是 亦都是你看到所謂 如果這個是少年刑警的前身 我跟著說這個個案 就是這個王牌子尊的前身 就是剛才說黑社會收地的個案 很簡單 簡單點說就是 映兒的鄉下 有黑社會收地 那些收地都是陌生陌生的手法 就在吵 搞到其中有個煙花師傅死了 那他的孫子 他的孫子 是他爺爺大大的 他爺爺就是那些典型憤怒 就是那些內閣 就是那些阿叔當年怎樣做神風突擊隊 政府立了一切 有機會我實在炸掉他 那他的孫子真的順利了 他爺爺死了之後 他那個孫子 就 除了不停殺死後 他最後決定 要搞一場革命 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什麼 東京的議會叫道三 叫什麼田 永田丁 在他開會的時候 你炸掉了永田丁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 用香港的意思說出來就是 你覺得林鄭 泛民 建制完全沒有立法會 炸掉了立法會 那 結果他武藤國光和映兒用他們的方法 勸服了這個年輕人 但是我覺得那種反駁也是無力的 簡單 他又跟他說 我明白了 很憤怒 但是你爺爺經歷很多事才有這種憤怒 那你是不是有這麼一年紀才去想清楚這件事 但是我心目中這個計劃也有點幼稚 賺了國會 趕不出什麼 就是賺死那些人 都勉強OK 我最憤怒的哪個個案 所以他們是第一個岔路,那開始他們就摸到一件什麼事 加上映義的感應力大致上是怎樣呢 有個人他以前是搞過社運的 因為日本以前的社運很激烈,他們搞過暴力抗爭,甚至計劃過炸彈 但他現在已經不假了,他是叔叔 他被人屈,屈他強姦 因為真正的強姦犯是那個 我想是某間警署的處長 那個兒子,他就慘了 那個警署處長就用他的權力叫三個黑警 就屈兇這個叔叔 除了那個叔叔,最後就頂不順自殺死了 他整家都跟著自殺死了 原來就是當年他一起搞社運那幫人 知道這件事之後,決定要幫他 不可以叫他報仇,他決定要繼續搞這場革命 因為那個人臨死之前說 原來這個社會一直都沒有變過 一直都是這麼腐敗 那些權力分子一直都是用特權來欺壓我們的百姓 所以他們,其實那幾個人已經不打算搞了 全部都有,有一天有兒有女,一天事業有成 其實都打算忍性埋名,就當該去算 因為當年他們很幸運走掉 但他們決定要繼續搞這場革命下去 對他們來說,搞革命的方法就是要炸死那三個黑警 還有要逼真凶承認他的罪行 然後整件事,我覺得很好看 整件事總之就是說他們最後是瘋到夾了那個署長的兒子 走去開這個Youtube Live跟我們一樣 就逼他當了鏡頭認罪,講了所有細節出來 最後的結局就是影兒 因為其實那個老人家 那班人,其中一個老人家 那個孫子就是影兒的朋友 就叫了他的孫子來勸服他 其實他都知道他搞這些事情 所謂沒什麼前度 他就假裝拿著把刀,含著那個證人 你知道他抄得很猛的,全部都 拿了匙羹都當作刀,結果被抄死了 因為那班人有一個人死剩了 他說他都決定要去自首 然後呢,他在臨自首之前 就跟志摩說 我們那個年代是怎樣怎樣的 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延續我們那一場革命 就是講出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志摩就吵咬他 他說 你這些不是革命 你自己是報仇這些不溝不折的暴力 啊,吵你老母,你的臭小子 我看到了,我懵了 你不是想他們怎樣 報警啊 不不不不 你又搞錯一樣 我理解你對黑警的那個猛狀 但是 那你那件事又真的 的確是私怨來的 你事實上到最後做了些什麼 那些都是透過私怨的方法 去逼他承認他責任 你剛才說的 他在Youtube Live 自己說回整件事 那就是說 只要你找到證據去證明他做 無論中間 即是如果你有沒有辦法可以 skip到前面殺了些人 但是都可以逼到這個人做事的話 你到最後是不是都可以 因為你 前面的殺人 是為了 逼最後那件事出現 是的 但是 即是說 你不必然要殺他 但是那個問題是 我理解那幫人的想法就是 你叫他們 因為 即是我 我比較相信他們的想法 已經是所謂合意無犯感 因為他們是不相信這個制度的 本身他們搞錯一些社會 他們是不相信這個制度的人 而他們經歷過這件事 你很難叫他們 再用所謂這個社會上的制度 找出他們所謂的公義 OK OK 我可以接受這件事 但是 志摩在說的就是 你現在是假裝 即是因為正在處理私怨 我不管你是合意無犯感 這個概念還是什麼 那你就接受制裁 但是你不要聲稱自己是一個革命 即是你不要聲稱自己是一個 為了天下的正義 你是為了你的正義 我想革命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為了改變一個朝代 我覺得未必有感受的 為什麼 因為在這群人的想法裏面 那個阿頭頭都說過 我是要將建制的黑暗面呈現給大家看 而他是做到了 這個是不是革命又 看看你怎麼定義 但是他們是在做的 當然有沒有報仇的成份 都有的 根本都是 都有 但是 不衝突的 而且 為什麼我對志摩特別憤怒 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指責說 是你這個臭細母的指責說 不論你喜歡不喜歡警察的人 那他沒有理由 在一些反應的角度去想 你叫他怎樣去管他們警察 他又不是最大的那個 他只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他的本分就是 我看到你有一些人用私刑 違反了法律 我就只可以抓你 其實他沒有做錯的 但是他不應該說這番說話 他沒有資格說這番說話 他為什麼沒有資格說這番說話 因為他自己都沒有這樣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要講第二個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有點不關事 總之是有一條女兒 他因為小時候見過 他媽媽殺了他爸爸 總之就是他爸爸 經常會在地鐵抱怨的人 搞到他女兒大過 搞到他女兒還是他女兒 他女兒大過 一見到那些 那些人在地鐵抱大聲說話 大小便就會忍住去殺了他 結果踢飽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他女兒會有這樣的潛意識 就是當年就是他媽媽殺了他爸爸 然後我跟媽媽說 因為媽媽說想自首 搞到你不要緊 當年冤枉入獄的那個小孩 他真的打算殺你老公 剛巧那刀擋中了 他都復原刑出來 你不用去自首了 我屌你媽媽 那條線是你搬的 那些人 所謂拿回自己的正義 就不行的 法律是這樣 他屈了 那小孩坐了十幾樓 回來就不要緊 白武 沒事的 他就放出來了 喂 屌你那個 你怎麼做人 你怎麼做警察 難怪日本有這麼多黑警 有沒有搞錯 我對於自摸我沒有特別抗拒 沒有那麼多反感 不是因為他的身材 其實我覺得他畫得不太漂亮 其實他不誘惑 牙齒 我想他始終是不公的問題 沒有牙齒的那種性感 特別是第二部 剛才看這些畫 我完全不喜歡這個 其實我第一部反而更好 第一部我覺得他 第一部 因為他第一部 都是性感得來 有些 成熟 但是第二部 花痴很討厭 他們老了 而且開始喜歡中熟女 而且他像大學生 他畫後生族 第二部是把志摸畫後生 就是把影兒畫老了 不是 是連那個什麼都不同 是連他的智能都降低了 第二部 好像要將他跟影兒的水平 要交往近一點 是交換了 因為第一部 其實他的profile 是比第二部少了 少了很多 其實我記得 好看的一個地方 也是因為他很多 即是 所謂的 都是叫做心理學 或者是有些 有些比較正確的東西 在裡面 去告訴我 如果是一個 心理變態的殺手 他會解釋一下 對 他小時候 起碼有些 心理學的元素 在裡面 中段 會有 第二部的中段 會有 如果第二部 初四五期 大部分都是被影兒玩的 第一部有的 因為 智魔有些出場 但到第二部 是很少這個部分 因為 其實他 他的profile那部分 我都喜歡看的 雖然說 連環變態殺人犯 我都喜歡看的 例如 他說 我記得有個 是說 Sat 那對 女子 歌聲組合 那個 他說 他本身 他什麼都不留下 就已經是他的標誌 沒有指紋 不出聲 什麼都沒有 即是 他開始說 證明這個人 是很有discipline 也可能是暗示某種 其實這些是 都可以好看的 到第二部 基本上 就少了很多 全部都是影兒出手 全部都是感應 我看到有個 不知道什麼工廠 然後你去找 這樣 這件事是太便宜 調查少了 第一部 他有一段 講到 智魔指 我是不是太依賴影兒 好像腦袋不懂 想法 是真的 然後第二部 就完全這樣做 他決定 接受這件事 反正也是 不用我去想 我覺得作者 是 你是不是特地 用智魔把口說 其實你已經不想再 其實我也想不到 不用找太多資料 好煩 我覺得他爛爛出來 爛爛了 爛爛了 因為那裡是要寫很多字 所以他就 還有 你總要有一些 合理的 合理的推論寫出來 所以就少了 還有 你真的多了太多 純感應 那會變得很 很輕易 很神話 你會同情過反 爛爛爛了 爛爛了 你用耳上知道我 在哪 那沒有的 你感應少年 大招也是 我又可以理解 不過剛才說到 關於大部分的時間 都說青少年沒有問題 大部分都是說 譬如 還有老坑很帥氣 老坑過了十幾一輩子 是家長有問題 我自己有其中一個故事是阿龍兵的故事 說他有個朋友一起去工地打工 然後阿龍兵那個算術很厲害 到最後女兒死了 撞車死了 然後幾個有錢的二世組 就把那條絲推出去 還沒死完的 把那個女兒推出去 好像叫做坐姿 假裝被火車撞過 然後原來是坐姿的爸爸 那個其實也是很按鈕 但是我喜歡情感的描寫 為什麼會按鈕呢 其實就是為什麼會破案呢 因為龍兵其實是代罪羔羊來的 真正做殺人的那個其實是坐姿的爸爸 而昨天的爸爸為什麼會知道是這三個呢 就是因為 電話沒關 電話沒關 我記得了 你先說一下 所以就變了其實那條絲是很齊的 但是無論是爸爸對女兒的情感 龍兵對阿佐姿的情感 以及對那個爸爸的情感 因為這個也是他至少的養父 那個情感 幾個人的關係是寫得很緊密之餘 也都是很… 你知道這些就比較窩心一些 因為你說其他的故事 譬如醫生殺了一些人 然後挖了心臟出來的故事 那些死者對於你來說是靈來的 他跟其他人是沒有感情的 但是這個故事就是你一個很小的框架裡面 就是寫齊這些人 因為他… 你說起我的印象是什麼呢 因為本身阿龍兵那個樣子 一早知道他是他的養父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他養父有這樣的技能 糟糕他逃走爬上幾十樓那裡 其實他為什麼一早知道是他呢 就是因為這三個人是誰 就是他爸爸告訴他 就是爸爸告訴他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猜他究竟 只不過他一早知道是他做的 但是到突然想起他怎麼來的呢 因為根本只有他可以爬到 因為爬開那些嬰架 而且你看到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那些代罪居陽多數都是不想過人死 其實阿龍兵都說他不想… 他阻止那個養父不是因為他同情了幾個二世祖 他也想幾個二世祖死 純粹是因為他知道他養父殺了幾個二世祖之後 會自殺 他會自殺 而他最後怎麼阻止他 其實那一幕很感動的就是 那個養父看到阿龍兵走過來就說 連你都聲淚區下這樣叫我不要這樣做 我又怎麼可以落手呢 就是那件事很感動 當然啦我覺得阿龍兵這個角色很惡疚 因為他仆街他繼續站在那裡 他簡直是一個預言家 我記得那個故事 我看到最後的時候阿龍兵是他計算 他計算到那個人會死 只要擺紙筆在那裡 不是 他是把花瓶放在架上 因為他那一棟大廈旁邊有個火車軌 一走那一棟大廈就會震 他震到這個時間 小孩會睡覺 震到大廈 花瓶會掉下來 剛剛倒下去還要是戒中他的 你還不仆街 你有沒有神算指得這麼離譜 我覺得 之後他越來越誇張 映兒寫封信給他 我記得一計 發覺你有危險 我不是說過了 你怎麼是龍帽 你是那麼差勁的人 我覺得已經超越了數學的範圍 他是推背圖的朋友 已經是神經病 我看到那段是很接受不了 剛才曼記說龍兵具的感情位寫好 但是他這樣殺了最後的大學生 很狠狠 極度狠狠 另外還有 如果你說一些這樣的感情位 我也記得葛江的故事也是 他們純粹是不想我童年換叛死 然後葛江就說 為了我這個童年換叛 決定去從政 就有了之後拆掉這個故事 另外還有 反而葛西我也寫得不好 葛西是他的朋友 浪費了一點 因為他跟冰子剛才說 其實他跟紫波的能力有些功能重疊 還有他人有沒有得逞 他有 他很喜歡映兒的妹妹 是那個大學生 他極度喜歡映兒的妹妹 經常都想著等他長大就吃 經常都等著長大就吃 但是映兒的妹妹很喜歡映兒的 他是不喜歡映兒親近的 自摸的 剛才曼說 第一次一開始的時候 我留下了我疼的 我現在說出來 真的好笑 不要笑打拆了 映兒的能力呢 那是感應那些 留下的物品的殘餘記憶 那是說 然後是第一次一兩回 第一次的單行本 他是說在家裡 拿著了他妹的底褲 他妹極驚地立刻唱 他說 做什麼 家人的底褲 他說 阿哥 你明知道你的手店 那些東西都會有殘餘記憶 獨取到 那在底褲上面的殘餘記憶 可以有些什麼啊 然後角色在旁邊 是噴了皮 完全想不到 然後這個Running Gator 映兒真是去到自摸的家 看到一條性感的底褲 我不會做這些的 但是衝浪不到自己的慾望 他真的貼上去 原來是 是他婆娘 是他婆娘 在那裡噴鼻血 在死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笑的 還有就是 他的懸念扭了很久 就是赤穿營警是背後靈 他經常跟他映兒聊天 然後他經常說 有件大案子來的 但是他從來不說 大案子是什麼 然後第一步結局 是說警察推回日本政府 他的想法都很有趣 因為他說 日本搞政變很難失敗 因為民眾接受不了 他們這次的搞法就是 我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 搞這場政變 日本的政變很難成功 日本的政變很難成功 因為民眾不會接受 如果暴力政變 所以他就說 就是表面上沒有事情發生 但是他們會暗地裡 控制了一群人 來搞一場政變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挺有趣的 所以我最初第一步 原以為是 踢破這個監局 扑你又加到第二步 赤樹營警的那個靈魂走出來 映兒 又有東西來的 我丟到老婆 有幾多東西來的 還有赤樹營警 你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你最少給我一個方向 你這樣就很難做 大哥 大致上我覺得這本挺有趣的 就是在Frode有寫 不過我想都不用討論 就是他不算是推理漫畫 但是他是一本查案漫畫 我會這麼說 偵探漫畫 偵探漫畫 因為偵探漫畫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最倒楣的情況是 因為他所有的推理成份 都變成影兒的感應力 就解決了 這件事是很不公平的 對讀者的挑戰是很不公平的 他根本就沒有這麼做的挑戰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金田一》那些 都挑戰不賺到 後期都是格勾眼 《金田一》那些 開頭那些比較好 就說原來《金田一》那些 有證據表現 現在的那些算是賺錢 現在沒有什麼寫都好的 推理小說 其實漫畫也好 我覺得可以一看消磨的時間 但好不好看 這本就一般一般 你問我 我覺得是怎麼說 其實如果你說他們兩個 這一隊組合的 對社會的批判性都高 日本漫畫少見 也未必很少見 但是以少年漫畫來說 就很有趣 好玩 但是真的不要當他是偵探類型 因為沒有留任何東西 他像是什麼呢 這些叫做什麼 社會派的推理 小說的作品 重點是說回社會現象 而不是那個偵探過程 還有他裡面的那些 那些疑惑 就真的很重口味 老實上滿志那些 我好多都不懂得欣賞 我覺得滿志我OK 因為他是一個 serious的 然後就是一個輕鬆的 但是我有點不太喜歡的 就是去到第二步 中段開始 有些很無謂的 裸露東西 比如你說殺人 然後剝開衣服 撕開衣服 我覺得Vitch是OK的 他其中有一個 因為那天滿志他去到女僕咖啡店 那些人 是博養外路的人 對 我覺得有點過程 因為你即使是 志摩怎樣 怎樣莫愁都好 他都不是沒有嘗試到這個地步 他不是跑去飛機幫人打飛機 即是假裝淋濕了他的褲檔 然後去摸救他 你有沒有槍在那裏 即是這些是過程的GED 他是想玩的 但是這些過程 我覺得他是第一步 也算是嚴謹一點 比你的觀感是會正經一點 第二步很有感覺是他江浪才盡 所以想找滿志出來串下場 找些搞笑東西 或者找些service 就輕輕帶過就算 第一步比較平衡的感覺 因為他第一步的安排 可能是一個case 六至九話或十話 然後弄兩話 他都寫明是break 一個單行沒得到 他寫明是break 就是讓你休息一休息 然後找到另一個嚴肅點的case 其實基本上第一步 都不是出了很多 都是出了兩三個break才出一次 有時候會介紹映兒 或者切 或者是郭西 一些他們以前的傷死經過 或者是交流 直播那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 在裡面你會了解到 那些人的背景 到了第二步 好像大部份都是滿志 然後就不停出來 好像寬到今宵做間場 那樣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 過了 而且你看到他後面 第二部 那些break 那些篇章 已經是沒有什麼好寫 減粗為寫而寫 那就變了不好看 沒有第一部那種感覺 我可能很嚴肅看完一個故事 正式的case 接著有兩三話是輕鬆的 第一部其實 只是拿回break 那些case 那些篇章去看 你覺得挺好笑的 你不會覺得悶 你不會覺得無聊 至少是我看完之後的感覺 那今晚差不多 OK 不用死 人們說這個遊戲好笑 放過你 那不是真的找個滿志給你 好 那今集到這裡為止 下個星期我們是講 足球月 啊 足球月的第一集 第一集是我們的足球場 我也不明白為何第一集是放這個 因為跟阿根廷有關 可能沒有的了 聽完明天就沒有了 好 那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